绵绵葛磊在河之湖 中远兄弟为他人父 葛磊是一首异乡流浪者的哀叹之歌 他的文字简单却伤感至深 诗歌一共有三章运用了我们诗经中常见的 一唱三叹的文学形式 绵绵这两个字是指植物生长 蔓延延绵不断的样子 葛磊其实是一种藤蔓植物 也称为是野葡萄 虎是指水边之意 水边有充足的水源 葛磊就得以滋润并且能够蔓延生长 下两章的首句其实也是相同的意涵 只是各改动了一个字 次章就讲到绵绵葛磊在河之湿 湿是指水边的意思 末章就讲到绵绵葛磊在河之湖 存这个字是指灵水边的山崖 其实也是指水边之意 诗歌三章的首句 诗人都描写了葛磊在水边滋养茂盛 绵延生长的状态 诗人以葛磊起信 他的目的是为何呢 中远兄弟 在此这个兄弟是范子 是指家族的亲人 诗人远离故土和亲人 如今他望着眼前河岸边茂盛蔓延的葛磊 他就不禁感叹起自己流离失所 和漂流孤单的状态和命运 连葛磊这样的植物都能够在河边低岸旁 可以依靠攀原有河水的滋润来为他补充养分 而诗人却远离家乡家人 身在异乡举目无亲 又可以去依靠谁呢 诗人自叹还不如这在岸边自由生长的葛磊 诗人流落异乡 到底悲惨到何等的境遇呢 诗歌三章的后半句就有所描写 为他人富 为他人母 为他人坤 坤其实指的就是兄弟 原来诗人在异乡流离失所 不仅没有了生活的依靠 其实也失去了为人的尊严 已经悲惨到要叫他人为自己的父亲 为自己的母亲和兄弟这样的地步了 历来有很多的诗经解读都认为这首诗歌 是一位流落异乡以乞讨为生的底层的流浪者所做的 因为在乞讨的时候 人们往往就会放下自己所有的尊严 称他人为父母 这样的理解虽然讲得通 但是诗人也未必真的是一个乞丐 他也有可能就是一个普通人 流落在异国他乡 生活窘迫 需要他人的帮助 但是异乡的外人 怎么会像亲人那般无条件的帮助和爱护诗人呢 诗人为了生活 在万般无奈下只能卑微地放低自己 称他人为自己的父亲 为自己的母亲和兄长 以此来获取依靠和救济 诗人在异乡为了生存 已经卑微到了如此要哭爹喊娘的境遇了 但是即便如此 他人却依然毫无回应和表示 连一点眷顾都未曾给到他 也有人认为诗人可能是一位原来周朝的贵族 因为周平王东千他陷于离乱之中 亲人也与他失散 曾经的贵族地位也不复存在了 只得在异乡举目无亲 飘零流落 故而就写下了这首诗歌来讽刺周平王 当然我们现在并不能确定诗人的原本身份 是否是一位贵族 但如果试想一下 即使是一位普通百姓 他经历了西州破灭的战火纷乱 东周千都的背井离乡 被迫流离失所 无所依靠 也是极有可能的 双击点赞 关注听灵七 你也可以通过阅读灵七品读诗经的相关书籍 了解这首诗歌的完整解读 我是灵七 让我们一起品读诗经之美 回归人生初心 日子 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